每年一到这个时候 老人都有一个不变的难言之隐 那就是常常一天要梳好几回的头 甚至要洗好几回的脚 新华网的文章对此评论说 尽管不能说重阳节前后突击敬老是作秀 但是其中完成任务的成分却是不言而喻 关爱老人细水长流才更温馨 用心坚持才是老人真正需要的 您说对吗